好 今天的健康時間 我們要來聊到的是 台灣明年即將邁入了超高齡化的社會 我們先來看到根據內政部的統計 台灣截止到去年的6月底 一共有418萬8314名65歲以上的老人 那麼預估到了明年 也就是2025年65歲以上的老人比例 將會超過20% 這也表示正式進入了超高齡的社會 那大家知道說超高齡社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又可能面臨哪一些問題嗎 其實呢 要面臨的問題非常的多 首先我們來看到的是 其實就是勞動力的短缺 當然長者變多加上現在少子化 年輕人尤其是企業最喜歡用的年齡 25到44歲的青壯年 預估到了2030年只會剩下582萬人 而撫養比呢 撫養比是什麼呢 也就是每100名青年人要撫養的老人比例呢 預計會來到53.2 就是每100名年輕人要養53.2名的老人 而第二個問題就會遇到的是 老年給付造成的財政壓力 當然老年人越來越多要付出的老年給付 老人年金比例當然就會明顯的增加 而且在這幾年就有很大幅的變化 我們來看到24年前也就是在2000年的時候 當時的老年給付一年是3616億元 佔GDP的3.5% 但是到了兩年前2022年已經來到了1.1兆元 預計佔了GDP的5% 其實這22年來呢 這個老年給付的比例已經上升了3倍之多 成長這麼快當然就是因為老年人口不斷的增加 而現在他們也估計到了2033年可能會突破1.6兆的老年給付 那第三個問題是什麼呢 當然了老年人口越來越多 這也代表失智的人口會不斷的增加 我們來看到現在失智人口大約是多少呢 在2022年的統計 失智人口大約有32萬人佔我們人口的1.37% 但是在未來20年內 預計每天都會增加48人罹患失智症 平均是每30分鐘就會有一個人失智 那當然了失智呢就會需要更龐大的照顧 還有更龐大的資源 但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剛好有聊到老年人口不斷的增加加上少子化 所以老年人照顧老年人也是一大問題 我們看到光是在2023年也就是去年的6月底 大約有51萬7770人他們是老年人照顧老年人 也就是所謂的老老照顧 那大家會覺得說 現在不是長照資源很豐富 有長照2.0嗎 為什麼還是有老老照顧 為什麼他們沒有尋求額外的協助 沒有請照服員 沒有請居服員等等來幫忙呢 我們來看到其實專家也有分析 主要就是因為通常會老老照顧 都是因為他們資訊缺乏 或者是待在偏鄉 重要的是還有經濟條件比較差 他們幾乎根本就不知道有其他的管道 那麼其實老老照顧 比起一般的這個長期照顧來說 更加的困難 主要就是因為兩個人年紀都非常的大 在老老照顧的情況下 他們的體力負荷也會比較大 另外精神緊繃也會面臨身心失衡 其實有非常多的老人 在老老照顧的過程當中 面臨憂鬱症自己的體力身體狀況 急轉直下的狀況 那麼其實社福團體也有透露 偏鄉的老人是最常被忽略的一群 結婚20多年71歲的劉承嵐 和98歲的田野每天一起生活 妻子照顧先生的日常起居 兩人相依為命 我們已經結婚了是夫妻 我得有那個責任要照顧他 田野30年前從公家機關退休 平常興趣 書法畫畫 在黎明社區中心玩牌 看起來健康硬朗 其實身體狀況很讓妻子憂心 年過七旬的劉承嵐坦白講也有被照顧的需求 但若他不扛起主要照顧責任 就沒人來照顧老伴 這個現象似乎成為高齡化社會常態 就我在過去在中山區從事長照服務的時候 我有發現在這樣的地區 其實老老照顧的案例為什麼特別多 甚至我們看到很多長輩 他在老年的時候 陪伴他的是外籍看護 或者是一個寵物 那孩子為什麼都不在身邊 其實我看到很多 其實孩子都送到國外去了 在父母年長的時候 反而沒有辦法回來陪伴爸媽 照顧爸媽 那這個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部分 場景來到新北市平臨的關懷據點 日照園帶著銀髮長輩玩遊戲 喔 讚喔 過來過來 這是偏鄉長輩們週一到週五的例行公事 其中88歲的陳萬元 84歲的林辰美智是一對兄妹 一起住在三合院裡彼此照料 陳萬元的兒子媳婦每天晚上會回家看爸爸 凌晨美智的小孩則是每週末回來 其他時間都是由妹妹照顧身體較差的哥哥 高齡化社會有日本作為借鏡 2025年日本的老年人口 將佔人口總數的三成以上 後生勞動省統計需要照顧 以及負責照顧的人在65歲以上的家庭 佔比是51.2% 也就是說有一半以上的老人都處在老老照顧的狀態 我們來到新北市的平林 這裡的老年人口佔人口數的三成 伊甸基金會的人員告訴我們 10年前有10個老人家 只有一個是老老照顧 現在已經來到將近五成 活人平均壽命79.84歲 男性76.63歲 女性83.28歲 若以男大女小的婚配年齡 多數女性要面對男性的就醫照顧 甚至失去親人的哀傷期 在老老照顧過程當中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可能老老 就是老夫老妻互相照顧過程當中 他可能另一半 他的另外一半 可能先行離世 所以可能留下這位長輩 留下會單獨長輩 他可能變成獨居 甚至於獨生的長輩 他的子女有可能是在外地求學 或者是外地工作 他無法繼續照顧這位長輩 所以長輩有可能就會面臨到一個 比較經濟狀況 或者是比較照顧 可能會有需求 可能會有甚至於說有高風險的問題 若主要照顧者不幸先離世 被照顧者可能無法求救 社福團體透過日照 居服 食指據點 送餐關懷等服務 希望能減少悲劇發生 我覺得我們還是希望 透過政府的一個通報機制 就是通過我們講 透過里長 通過社會安全網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希望能夠讓整個的服務裡面 我們剛剛講的 希望是無風接軌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 在整個政府的評估系統裡面 針對於老老照顧 我們可能有更多通報的一個機制 那也讓我們社福單位 能夠第一步的先了解到 可能這個家庭有老老照顧的情況 在老老照顧過程當中 我們如何引進更多的社會福利支持系統 來支持這位老人家 台灣邁向超高齡社會 面對長照需求 以及需要解決的困境 沒有人是局外人 TVBS新聞羅氏彭王豪 與台北新北採訪報導 好 我們說到長期照顧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長期照顧照顧老人 不就跟照顧小孩是一樣的嗎 事實上是天差地緣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照顧小孩 隨著他的成長 父母是看得到照顧的盡頭 而且心情也是喜悅的 但是照顧老人呢 因為病況通常只會越來越糟 照顧幾乎是一條完全看不到盡頭的路 所以照顧者的身心狀況 往往都是越來越糟糕 我們來看到在去年2023年呢 光是一年呢就有14件照顧殺人的事件 這也是這6年來次高的數字 那當然了會這麼高 主要其實受到幾個因素影響 第一個是疫情的影響 因為疫情期間其實很多的日照中心 居家中心他們是沒有開的 所以很多的照顧者跟被照顧者 他們必須要長時間的關在一起 當然了就會影響到照顧者的身心壓力 第二就是因為現在通貨膨脹造成的物價上漲 也讓照顧者這個荷包越來越緊 也會增加了照顧的壓力 當然了照顧悲劇的事件就會很明顯的升高 我們來看到光是在2009年到2023年 就有140件的長照悲劇 目前是正在司法審理當中 而當中有40件是配偶殺害 那麼現在我們剛好有聊到 其實這樣的狀況有沒有可能越來越嚴重 看起來是有可能的 因為先前有提到說 在2030年預計撫養比會上升到53.2 青年人照顧老年人的狀況 可能壓力會更大 那到了去年我們看到25到64歲 很多的青壯年人口有超過15萬人 甚至為了要照顧自己的親人而離開職場 離開職場代表是什麼 離開職場代表你沒有了收入 而且你也沒有更多的社交生活 你必須要有更多的時間 在投入照顧這一件事情上面 當然情緒跟身體狀況都會面臨很大的折磨 那麼其實現在青壯年人如果家裡有人需要照顧 通常會面臨兩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到底要不要離職回家照顧長輩 這是很多青壯年要照顧長輩會面臨到的兩難 第二個就是我在照顧長輩的過程當中 常常要請假帶長輩去醫院 請假太多是不是有可能會被迫失業 老闆覺得你可能不適合我們這一間公司 因為你常常要請假人力嘎不過來等等的原因 那麼其實現在很多專家都呼籲 其實應該要善用所謂的家庭照顧假 但是這個家庭照顧假其實很多的勞工 他們基本上是一知半解的 因為其實根據勞基法的規定 家庭照顧假在一年裡面企業要給員工7天 職不知心看各個企業的狀況 目前其實只有公家機關 有把這個家庭照顧假獨立出來成一個價別 而且有知心 大部分的私人企業家庭照顧假 其實都是列為市價計算 也就是基本上是不知心的狀態 那麼如果要請假照顧家人 但是卻沒有辦法拿到薪水 很多人就會更加的兩難 另外也有很多人專家呼籲說 其實要多利用所謂的喘息服務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喘息服務 長照2.0 60萬人試用 但是只有14萬人在真正使用這個喘息服務 使用率大約只有23%而已 主要的原因其實就是因為 一對一的喘息服務的費用非常的高 每天大約要花616元 一對一的費用也就是說有這個 居家的照服員來到你的家裡幫你一整天照顧長輩 包含像是翻身等等的很多的勞務工作 或者是照顧工作這個居服員可以幫忙你 但相對來說費用是比較高的 也有一種是把長輩送到機構日間照護 就是到了機構很多老人會跟他們一起玩 也把老人拖在那邊照顧者可以去上班 但是也有很多人覺得怕長輩不適應 尤其是現在華人其實普遍的觀念 很多長輩會覺得送到日照中心 或者是送到長照機構 感覺好像會被不孝兩個字給綁住 好的然後我們來看到 是現在我們剛剛有講到很多的喘息服務 有人怕太貴也有時間 搭不上或怕長輩不適應的問題 所以其實專家也推互助喘息 也就是照顧者可以輪流值班 既可以上班 我們也可以照顧到家人 也可以休息 這個要怎麼實施呢 也就是這些照顧者 可以加入LINE的社群平台 他們照顧者可以輪流值班 到據點當志工 照顧一天 就可以獲得兩天的喘息機會 因為長者們圍著圈圈坐在一起 互丟船球 不僅可以讓身體動一動 也能讓長輩增加互動 對於失智者的照顧很有幫助 蔣先生的媽媽 六年前被診斷出失智症 平日會送到日照中心 但假日都是夫妻兩人來照顧 長期下來身心壓力逐漸變大 直到有了互助喘息平台 才開始出現轉機 我媽媽原本是因為中風後 然後產生失智狀態 週一到週五是送日照中心 因為假日的部分 每天都在家裡 大家面對面 關係會變得越來越差 其實因為我媽媽失智 其實她也自己不曉得 但是我們自己會覺得 明天壓力很大 假日的喘息服務 當然一開始我媽媽也很抗拒 所以就是一般人都是一樣的 就是可能前一兩次很抗拒 後來就習慣了 然後變成就每週會固定去 每個假日 除了將媽媽送到互助喘息據點 蔣先生一家人也會輪流擔任志工 因此才有機會在假日時間 有喘息機會 為了減輕家庭照顧者的壓力 現在有推出互助喘息的模式 只要你把家中需要照顧的長輩 帶來這邊 而自己照顧者來這邊當志工一天 就可以獲得兩天的喘息機會 而這裡7月即將開幕 要開拓更多假日喘息空間 只要透過LINE搜尋 加入社群 就可以預約喘息 預約值班成為造福員 或是提供空間 甚至也能許願 希望哪個社區 能夠開設互助空間 不過每週的預約人數 也得達到四到六人 才能開設達到經濟效益 一旦加入平台 照顧者也可以輪流值班 來換取喘息的空間 也能讓長者受到更好的照顧 日間照顧現在到今年為止已經超過1000家 照顧著移工只要當志工也可以來 他就來這邊 只一次班 他可以換兩次休息 其實在新創的互助喘息服務之前 長照2.0里就有包含喘息服務 不過根據衛福部統計 喘息服務的使用率很低 2022年 申請人數只有14萬人 不到總體長照2.0使用人數的四分之一 因為即使週末申請單日兩小時 最多10小時的居家傳席服務 由居服員到家替手照顧 但照顧人力不足 也降低居服單位派人的彈性度 那當然除了照顧者自己 沒有為自己放假以外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也看到人力短缺的現象 所以在照服員人力不足 然後需要有更多的提供者的情況下 我們覺得讓家庭照顧者自己出來 可以成為志工 可能會是一個好的方法 基本上來參加台北這個據點的照顧者 沒有太多流失的情況 他們還蠻喜歡這樣的換工模式 因為第一個 平常日照中心的假日時段 都是關閉的狀態 然後家庭照顧者真的有機會 雖然要來值班 但是也有機會把長輩 能夠送過來有零多的這樣子的服務 在人口老化嚴重的嘉義 老老照顧的情況很常見 像是由72歲的太太照顧76歲的伴侶 直到嘉義成立互助喘息 才能有空閒時間開始做插花 享受真正退休生活 我們嘉義士去年有兩個點 我們今年13年就是增加成4個點 所以我們嘉義士有兩個行政區 就東區跟西區 我們今年就是讓東西區都各有兩個點 讓民眾可以就近 就可以到這樣子的互助喘息的點 可以接受照顧 根據衛福部統計 全台需要長照的人口大約86萬人 未來只會持續增加 家人子女的重擔需要有人接手 才能讓長照的路走得更遠 TVBS新聞 余星華樓君台北採訪不動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星華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